疫情趋缓110年度花蓮县县长杯羽球锦标赛 一连三天是在宜昌国中的活动中心进行 有将近500位的全台好手集聚一堂 包含了宜兰台东等好手都前来共襄胜举 6号特别举办了开球仪式 疫情趋缓5日起一连三天在吉安厂宜昌国中 举办111年花蓮县县长杯羽球锦标赛 约有457位宜花东以及全台好手30多队队伍起聚花蓮 透过赛事执盼培养更多小小选手在体育界缔造佳击 参加这个赛事大家本身就热爱了 而且对于这个今天能够站上比赛场 是过去可以用相当时间的练习 我们希望把中正体育馆 现在改成我们专利的花蓮县羽球馆 基本上大概至少有6面的扣档可以买 因为这次我们全中一年办法以后 我们买了12面的这个标准的标准合乎国际赛事羽球店 这一届的现场杯因为在疫情之后 很难得又恢复开始比赛 那这次的报名的人数有457位 那总共有30几队 37队的一个选手来参加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花蓮的比赛 就跟华木兰一样 就是宜兰花蓮台东都有一个结盟 我们这边办比赛 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宜兰县也有派对来参加 那我们这个华木兰的结盟是 只要每这个三个县市其中一个县市 有办比赛我们都会派对去那个去参加比赛这样子 赛事分国高中小社会组个人及团体赛 国小团体个人组才21分制 其余团体个人组才31分制 县福代理秘书长劳中表示 虽然花蓮在这次全中运羽球赛事没有拿下奖牌 但未来预计会将花蓮中正体育馆升级 符合国际羽球赛事场地 将赛事结合观光让更多人认识花蓮 借着长帮眼前相报导